阿弥陀佛,我是禅嵩师父 今天要跟各位分享的是 阿弥陀佛的诞辰 阿弥陀佛,在汉传佛教当中 阿弥陀佛的诞辰,奠定为农历的11月17日 而他真正的典故是来自于古代永明元寿禅师 因为这位禅师,他提倡信徒的信仰 而一般的人都流传永明元寿禅师 他是阿弥陀佛的化身 所以就把永明元寿禅师的生日 奠定为阿弥陀佛的圣诞 根据《弥陀经》上面的记载 阿弥陀佛在十节诗前成佛 他的确确的生日 在佛典上根本没有详细的说明 而汉传佛教却以十一月十七日 农历的这一天来纪念阿弥陀佛 其实选择这一天最主要就是在纪念净土中的祖师 所以各位就明白奠定这一天的真正意义 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channel